好 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大众放长 你的习惯是哪里养成的 好习惯 但是没有 除非我们师父说 大家好 你才会要回答 大家请放长 不用回答 慢慢习惯 我们今天是于谐师弟论 这个第九堂课 第九堂课里面我们谈到的是义 义地 前面第一地是什么 五世生相应地 就眼耳鼻舌生 那后面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义 那了解了要运作的根 了解了这个义很重要的之后呢 就接下来就会 后面就要开始谈 这个世界修禅 四禅八定的 所以这个义呢 其实是整个修行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的开始 于谐师弟论的顺序 是照我们 运用我们的心的顺序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可以用的心 那义包括心义事 不是只有第六事哦 他包括第七事 第八事 只是因为我们要修 有一个下手处啊 要先从思想开始 我们的思维 就是常常很多问题会做错 或是因为观念的问题 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 圣作业 异地有殊胜的作业 有分别 分别就是我会 我喜欢他不喜欢他 这叫分别 有没有 我喜欢做这个事 我不喜欢做那个事 那叫分别 省率会思考 会想一想想通 会想一想有道理 佛法是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常常呢 不知道佛法很有道理 所以就会用我的方法 我相信我这样子比较有道理 那结果到最后呢 你用你的方法做 他也用他的方法做 两个人都照自己的方法 其实就会怎样 就会产生冲突 那我们要在 所有的人都一起工作的时候 要有一个通则 否则呢 就会像开车 我想要开哪边就开哪边 当然你的技术很好 你还可以甩尾 还可以旋转 对不对 可是如果呢 大家都要一起开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那我们原来的生活 就是自由自在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照我自己的理就好 可是人在社会中 有没有 好那尤其是 有的出家 出家呢 最难适应的就是 他怎么跟这么多人在一起 那这么多人在一起 他有他的道理 我有我的道理 那到底谁的有道理 遇到都没有道理的时候 谁有道理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道理 可是这两个是 像冲突的时候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虽然有道理 可是我们的道理 只通行于我 只适用在我身上 那佛陀呢 他是这个道理啊 佛陀把这个世间的这个规则啊 归纳出一个通则 你要知道这个因缘法了之后 你就很好 在这个通则当中呢 你依循这个道理 你就会解脱 这是通则 什么人都可以哦 你只要照着 你的听懂佛法的好处就是啊 我原来呢 照着自己想出来的理啊 哎 常常被否定 或常常撞墙 哦 常常不合法者 那哎 但是我来听佛陀讲的道理 哦 原来要这样啊 要无我 原来因缘和合 要无我 遇到事情要忍耐 对人要慈悲 哦 原来如此 可是以前不是啊 以前就是 谁对我好 我才要喜欢他啊 甚至于有的人是怎样 从小娇生惯养 每一个人都对他好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 这是应该的 因为我很好 我很可爱 啊 我是这家里的人 所以我是霸王 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 是这样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以我独尊 每个都好尊贵啊 都好重要哦 我们有什么时候 你一生下来就想 哦 我要来为我这个家庭来贡献 有吗 有这种小孩吗 好 全世界只有一个小孩 就是佛陀啊 佛陀一出生就怎样 就是 三界皆苦 无当安之啊 那每一个人一出生都怎样 好 你看我们看最近有很多 很多妈妈都被小孩子折磨啊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可爱哦 是一时的 到时候呢 你全部都要跟着他 我们台北那两个法铺法梯啊 是不是 最近啊 那个他妈妈在FB上面就写啊 就是 嗯 那个最近都 到凌晨一点还不睡 好 所以呢 他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带他们去溜滑梯 他们不会溜 只会爬滑梯 爬了一整天 果然呢 马上回去就睡了 睡死了这样 然后他就拍他们睡死的样子 那是多么的可爱 是不是 可是他不睡全家 一家八人 八口都不用睡了 吵死了 他也没有在管 现在是半夜不可以有噪音 他就爱哭就哭 有没有 小孩子是这样啊 你越打怎样 越哭还会有人打电话去家暴 有没有 家暴中心 现在小孩子三岁就会打电话报警了 是不是 就是很可怕 对不对 那 你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你不听我的 你就试试看 好 那这社会有多乱 这社会不是就是这样吗 好 那你到了生团 发现 你不能像以前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 没完没了 你就要一直恩怨情仇 你就要纠结 结了很多很多的横结恶缘啊 好可怕啊 好 我们现在不要嘛 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到最后没有结果 渊渊相报啊 要怎么办 行照是你的头 你的脱腮 听得懂吗 因为你在脱腮 这就是一个规则 所有的人都做端身正做 就一个人脱腮 你看 这就要提醒啊 要调整啊 这就是一个统一的规则 做有做像 我们每个人都统一 就是头发剃掉了 身体穿一样了 有没有 那我们就看 你那个分别性少很多了 能够怎么分 好 了解吗 好那再来呢 诶解脱法是什么 解脱法就是 无我就是解脱法 那我们只要有我 你一想 这个会痛苦的 不是那个人害我痛苦 是我的我让我痛苦 所以我们要解决什么 哎呀我的值 值在哪里 我卡在哪里 好 我的观念出问题 我的习惯出问题 好那调整 是不是 那这是谁教的 佛陀教的 不是我 不是师父 师父有道理 师父没有道理 我们也是要学佛 如果师父呢 是照我想怎样就怎样 哇那我们的法 也不要相信 要依法啦 要依法啦 了解吗 依法才不会 依佛法 才不会出问题 好 要不然呢 我们啊 我觉得我很信他 他很有道理 你 你只是跟他很投缘哦 你依人的话呢 这个人会有问题 有没有 然后凡是呢 一个人很有道理 可能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呢 全部都以一个人为 为主的话呢 那这个人不在怎么办 谁听谁的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佛陀讲哦 连佛你都不要执着 你要执着佛法 你要依着佛法 因为法是通责 佛陀不在 法还在 依法就等于佛陀在 这样了解吗 那所有的法里面 亲口制定的 是佛的戒 那个是佛亲自规定的 尤其是 僧团的生活方式 依循的准则 就是以戒为师 佛陀不在啊 那以戒为师 佛陀在的时候呢 大家有一些问题 就去找佛陀啊 那佛陀就规定 我们这一次呢 既然是这样子 佛陀的 这个新的规定是什么 生团的规定是什么 所以就累积了这么多的戒 戒很详细哦 我们有机会呢 受了大戒之后 你就有资格研究 学习 你就会发现那个戒很细 锁碎到呢 酱油 油 酥油 蜜 食蜜 通通通都讲得很详细 柴米油 盐酱醋茶 我跟你讲得很详细 盖房子 要盖几寸 床要多高 衣服要穿几块 布料要几片 这样子都有讲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 复杂很多 所以如果只靠那五片衣服 就是应该没有办法 那时候没有冷气啊 可不可以开 可是你要懂戒律的规则 要让我们解脱 所以该是什么就要去想方设法 叫随方匹尼 但是随方匹尼开方便不是开满足自己舒服的方便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整个呢 就是变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规矩 在规约之前大家都遵守 有特例跟生团报告 不要跟师父报告 在生团里面呢 要有一个做升职的 做规范的 是这样 然后呢 做助持的负责教导大众 佛法 带领大众修行 做监怨的管柴米油盐酱醋茶 关心什么 行住坐卧 所有的生活所需 做手作的教导大众 威仪举止用功 与否 修行上有问题 有疑惑 要解答 能够解答 两个不遵守 没有上殿 要升职 升职啊 纠察队 那生团里面呢 大家要轮轮做升职 因为不是一个人做官啊 他不是官啊 他是轮职的啊 我要当学长 学长就兼升职 那学长做什么 学长不管是提醒教授师啊 时间到了啊 你要今天要有什么教材 大家是不是都要准备 还有该出席的人 有没有出席 那这个就是升职啊 那我们现在的时代还有直播组啊 还要设置 这些设备 他就会新增一个职位叫做直播 但学长还是学长啊 学长还要带领呼班上课下课要提醒 那是不是这样 这个这样子慢慢的 大家就照着这个规则来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然后每一个人同时是轻重 又同时是指示 你要能够被领导 要懂得遵守规矩 也要能够领导他人 那你才会整个在修行上啊 就没有挂碍 没有障碍 在生团中修行 处处都会提高警觉 因为你如果呢 一开始呢 有了自己的我像 我觉得这样比较舒服 那比较舒服 你就会很难在生团当中 感觉很自在 可是你如果都很自在 你觉得这样子的修行 你都心无挂碍 那你的确呢 大众熏休息圣境 实地顿超 无难事 这生团的力量 不可思议 所以呢 我们要跟 无始以来的 无名 妄想 要去对抗啊 要超越他 其实也不是对抗他啦 是要超越他 有障碍来了哦 你要知道哦 生团是最好 让你借力使力 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要一个人 要去对抗我们的家人啊 哦 这怎么对抗 这对抗不了啊 是不是 全家都没有学佛 他一定不可能像你这样信受佛法 不敢翻因果 哦 那只要他不信佛法的人 造业都是很可怕的 因为他没有因果的观念啊 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哦 是不是还杀人也没关系 因为他也不知道 因果是怎么样啊 你看那个 强杀的人 他就觉得 那个被杀的就是该死啊 有没有 那他怎么会这么残忍 怎么这么敢 哦 你看 面无残色 他没有觉得做错事哦 他觉得未明除害耶 哦 有没有 所以现在人是这样哦 做坏事的人哦 他没有因果的观念 所以他就会 犯这些行哦 他就自以为是啊 还得意洋洋 他觉得自己是英雄 那这个 对于 修行的人啊 一点点小小的因果都很谨慎 有吗 哦 有没有 我们都自己在这个工作 的范围当中啊 只要有一点点出错就哇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有没有 刚才呢 在跑流程 传约就跟大家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有没有 就是这个就是善根 我们自己觉得 哎呀 很对不起大家 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好 那 我们要 自己要有这种心 可是你要对抗的是 这个世界 全部都不信因果的 你怎么办 就要一直在 道场 道场不只是 我们这几个耶 如果只有靠我们这二十几个 又刚刚开始修行啊 那那个力量哪够啊 但是道场有什么 道场有护法 哦 护法是跟 佛陀承诺 凡是有人 发心要住道场 他一定 他一定 出来护持 怯然菩萨 有没有 怯然菩萨不是那一尊观公而已呢 观公只是 我们比较熟 认识他 他也是属于道场神 道场护法神多得不得了 好 所以你在道场里面做坏事哦 你会很快哦 会 损福报很快 你在道场里面做好事啊 你修佛法很快 很容易修行 所以为什么说 若人静坐一须雨 胜坐横杀七宝塔 建了这个宝塔这么殊胜 但是建了宝塔之后 在里面修行的人更殊胜 建宝塔的 建道场的叫功德主嘛 对不对 但是在里面修行的呢 在道场当中修行 叫修行人 是不是更殊胜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来修行 来出家 一直道场 你住在道场里面呢 就是功德无量 好 所以大家要发心 在这里 刚好 让自己的意啊 都没有办法 随着我 任意起来 有没有 你在家里很舒服啊 是不是 想干嘛就干嘛 没干嘛 发呆一整天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在这里呢 你在发呆 你马上呢 就会 新造师 你又在发呆了 是不是 我再举一个例子 新燦司你又驼背了 有没有 你看又举个例子 是不是这样 就是一直提醒一直提醒 提醒到后来呢 我们会养成习惯 这就是审慮 审慮所源 你思维的是什么 你的心是什么 一整天我们都是在想 等一下做什么 等一下做什么 哇很忙很忙 一整天 待会有佛供 又要做什么 待会呢 又要做晚课 下午又有课 晚上又要 这个法会 明天又要梯度 后天又要怎么样 你每天每天每天 你的思维通通都是佛事 那你在里面就会说 哎呀我等一下忙完 我要去 偷摸一下 然后呢 去偷吃一下什么好吃的 然后再 偷偷看一下那个手机 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看的 偷玩一下游戏 那你的念头 就在那个地方钻 那你要一直这样子念 心在那边打妄想 不如怎样 你就趁这个时候啊 把你的意义给训练好 趁在道场的时候 把意念啊 训练到啊 你遇到镜都可以不起念 遇到记不起念 这个是功夫啊 因为还会有很多镜啊 你现在修行还没有什么成就 等到有一天呢 我们要面对大风大浪啊 面对百万魔君的时候 那才精彩 现在呢 都不是对手 现在啊 你遇到的镜都不是镜啦 都只是很琐碎的 你这平常生活不协调的结果而已 都还是自己的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在练的这个意啊 它是很厉害的 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去让他做主的话 你看不做主的是什么 比如说若醉啊 若狂 若梦 若觉 若闷若醒 几乎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算一算我们的意 能够清醒的时间 有多少 一天24小时 什么时候是清醒的 什么时候是清醒的 你看像新餐室现在也不太清醒 你要站着吧 要不要打喝 打喝歉 我在这边 然后就开始呢 也在昏沉 那为什么 你要写笔记啊 你写笔记你才不会打瞌睡 因为我们24小时扣掉8个小时 你说都睡不饱 那6个小时 我们每天睡6个小时 7个小时 7个小时都在昏沉 它都没有作用 扣掉了之后 然后呢 还昏昏沉沉 迷迷糊糊 有没有 然后还要 还要怎样 那个昏沉已经变习惯了 就都是不清楚的状态 然后再加上呢 又不会修行 所以就在很乱 有没有 不会修行很乱的时候 就是在做打妄想 你的心没有办法在开始就 一清醒就开始 是信心念念都是在正念上 就几乎都是 很散乱的 散乱的时候不是正念 所以扣一扣 然后我们真的要修行 如果是早课晚课 好像刚刚开始有效 华严经 有法会 刚刚开始有效 久了呢 做早课做晚课 你好像没有第一次的这么的兴奋跟专注 这时候念头呢就又开始松掉了 还没有聚焦就松掉了 有没有 一日禅 一开始 我一定要做得很好 现在每天都有关心一支箱 都浑浑沉沉的 因为刚睡醒 是不是 一下子15分钟就混过去了 我就盯了 一天接着一天 33天 今天第三十三天 可是我们没有生到33天 我们还在 怎么 又在昏沉 就是这个念头很严重 那个昏沉的习惯很严重 一下子就又掉下去 昏沉最难解决 唯一要解决的就是不要让他昏沉 就只有这样 佛陀讲离穗经 离穗经的方法我都用过 没效 问题是 为什么现在开始有效 因为我一直想要离穗 而不是读了离穗经里面的方法 我告诉你好多方法 第一 睁开眼睛 欣荣师那天跟我说 我睁开眼睛也睡着了 很厉害 下一次看他睡觉 有没有睁着眼睛睡 第二 你真的很想睡的时候 的确是这样 第二打天骨 就是这个耳朵 耳朵 压住 然后在头上面打天骨 有用吗 没有用 就是这样子 扣扣扣扣扣扣打天骨 把你的头打一打 第三呢 观明相 你要看 观 你的眼前是很亮很亮 你都在昏沉了你怎么起关 你都提不起那个念头你当然不会起关啊 第四呢出去洗脸 洗脸有效 回来又继续了 洗好了 很爽 然后呢 坐下来 又继续 一个不想醒的人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有用的啦 只有你详醒 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看那个高峰庙祖师 他到悬崖边 照睡不悟 摔死 是不是 摔没死啊 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会是高峰庙 所以我不敢去做 因为一定会死 好对不对 一定会摔死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就没有这种心啊 没有什么 没有那种 我绝对就是要脱离 他的心 很难啦 这个是一个 自己要去做的突破 离穗经啊 佛陀讲 其实 讲的很多方法 不如 你就起来拜佛 那拜佛也想睡 你就起来惊醒 然后惊醒也想睡 那就是太想睡的 你先去睡一下好了啦 了解吗 可是人很奇怪啊 你睡觉的时候 可以睡的时候 你就不想睡 有没有 哎呀我觉得不会 我现在精神好的很啊 就是这样 这叫做高拐 你自己都降服不了你自己 所以进入生团呢 你要训练你的意呀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有意随众 随众祈祷 看着自己的念头 在不适应当中 慢慢慢慢的无我了 所有的不适应 都是因为你的意呀 有太多的我 跟这个也不像 习惯做那个也不习惯 在这里都不习惯 通通都不习惯 听法也听不习惯 你的意太多了 意太多了 所以呢 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心 去去调服 而且这个心是很好用 当你调好了 他能发起生与意业 他可以发起生业跟与业 心想事成 所做接伴 就是你的意 我们的意一旦调队频道 到有智慧的那个频道 你真的会随愿往生 最重要的是你要往下辈子要去哪里 其实这辈子你做的好做的不好 你就是看看你自己的修行 你可以尽本分你就尽本分 你尽不了本分你就是 一定要调整自己 为什么 因为这些功课都不是 常注给你压力 师父叫你要这样 别人要你那样不是 我们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 你下一辈子 你临终一念可不可以做主 你能吗 没办法 那你就没办法 你没办法 你不可以抱怨说 别人给你很大的压力 是不是这样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呢 结的缘 你要往生前 通通会跑出来 所以你要结好缘 还是结坏缘 你自己看 是不是 结到呢 所有的人都不敢再 对你怎么样 那你很厉害哦 是吗 等着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 就是为什么前面这个意很重要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你不要以为你不会死哦 是不是 星灿司你会不会死 会啊你会死 你会死去哪里 死了之后会去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会去哪里哦 心灿司你会不会死 会 会不会怕死 会 我们会怕死啊 我前天呢就看到 我的介师是了中长老 刚好呢看到了那个了中长老 他也是今年三月多的时候走 他留下了一百多字的遗嘱 他说 这个年岁已衰啊 那就是身体很痛苦 所以他知道他的誓言已尽 快要不行 所以他列下三个遗嘱 第一个就是 千万不要帮我 延续生命 不要用任何方式 让我自然死去 好 这是第一 就是 不要急救 不要有这些 的确是真的啊 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呢 91岁了 身体都坏掉了 我要急救 急救的意思是什么 91岁还要急救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 其实都是 亲人活着的 还很健康的人舍不得啦 老实讲 这么老了 他在活着 也做不了事 除非他急救回来可以 嗚 继续跑来跑去 每天还是 摆上蚕食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那如果身体已经坏掉了 坏到 你还要急救让他有一口气 那其实就是 做晚辈的 一个痴心妄想 就你只是想要人家活着 你也没有问他 活得快不快乐 舒不舒服 每天躺在那边 你帮他翻身 这样子他会快乐嘛 是不是 所以 但是 有的老人家放不下 可是 这个出家师傅很 很坦然 圆禁的就是圆禁的啊 我没有 没有一定要 一直要活着啊 因为 我们 要去哪里 是很自在 所以他就讲 不要急救 所以家人 你说一般人来问师傅啊 我就会跟你说不要急救 可是 一般人哪有办法 当他签下不要急救书 医院也不敢 医生有的还要去给他抢救啊 还是会抢救 对不对 抢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希望怎样 一喜丧存 好像还有一个希望 他如果活着就好 有没有 就是这样 哦 谢谢 谢谢那个 大夫 谢谢大夫把他救回来了 我们要感谢人家 可是你去看 他如果救回来是 半条命 那是不是就是 很惨啊 哦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事情啊 他就这样讲 第二个 然后他讲 不发丧 也不要去做祭奠 也不要做赞颂会 也不要做任何的 这些很低调 他要很低调 刚好也是疫情 他就是什么都不要 不要不要让人家让他静静的走 就是这样 这了中长老 这一辈子 八岁出家 要八岁哦 星灿师 你也八岁出家 那一辈子啊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 我印象很感慨啊 因为我的师父啊 元几的时候 要从长老去做主祭馆 老人送老人啊 没多久就换他走了 虚云脑上的侍者 少云长老 最近也走了 老实上 一个一个走了 我们有一天也要走了 只是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留下什么 留下一个修行的典范 还是留下自己一生的修行 他留了什么 佛陀 佛陀也走了 佛陀走了 他留下来的 这是教法 后人受用不尽 所以身为佛的弟子 我们看到 师父们 长老们 在修的 我们就是把这一个 道理 把这一个规范 把这个修行的法门 如实的实践 自我解脱 同时也利他 让大众 知道有这个解脱法 这个世间 有解脱法 这世间的解脱法 在僧团中 可以实践 你在家里说 我要解脱 大家就拖着你 不要走 是不是 就是绝对不要 不会跟你一起的啦 都相反啦 是不是 我不要结婚 所有的长辈都说 你怎么了 是不是 你光是你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是不是 你都不要说什么 这个20个人都在追我 不要自己在那边讲那个笑死人 即使没有人追你 也有人会问你 怎么没结婚 就很尴尬 是很尴尬 你怎么知道人可以不用啊 你不知道啊 但是出家之后呢 最好的就是 太好了 这件事情高兴的不得了 是不是 这是困扰耶 也是困扰吗 最近那个朱岩 汉森广播电台的那个朱岩 那个 采访 找师傅去啊 他就说师傅可以什么都问吗 我说可以啊 他说那我可以问你以前有谈恋爱吗 我说 也可以啊 因为没有记录 然后呢 那我可以什么都问啊 问你的原生下 我说都可以啊 这没有什么 因为无 乏善可存 是 就是 那你 还说 他采访完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师傅 就是 那我说谁叫你要来采访我 就很尴尬 他期待的答案都没有出现 那他只好想办法 因为他的节目就是很梦幻啊 什么 星星亮了 什么什么爱做梦 还有 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是不是 星星亮的 为什么要做梦 星星亮的要阅读明星 不是吗 人家佛陀都阅读明星 你为什么在那边做梦呢 了解吗 就是 一个很尴尬的世间啊 因为 因为你看到世间人的追逐 你真的是很想笑啊 你就很想笑 有没有 很颠倒 可是我们不能讲耶 因为我们现在是弱势 我们才一点点 要不然呢 有种你就说 你已经可以 再见 我有神通了 我有再见 挥别世间我不需要靠你们 我可以自在等那一天我们一定要讲 很大声的讲 这一切真的是太虚妄了 太颠倒 可是现在还不行 我们还在执着耶 都不敢自打嘴巴 是不是 你不是说你很自在吗 你为什么还要需要我们呢 是不是 就是这样啊 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自在 等到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你解决了 你就会看到为什么蚕丝 都在捉弄人 你看那个蚕丝不是很多公案吗 最近大家在读有没有 他说他在那边开玩笑耶 为什么他要开玩笑 因为他已经能够开玩笑了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开玩笑 哦 你这嘴巴讲讲哦 随便讲一讲哦 口无忌惮哦 你马上就有报应 不可以开玩笑 我们要到开玩笑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哦 还没有之前呢 不要拿自己的生死开玩笑 你不要拿自己的道业开玩笑 是不是有的人要发心修行 刚开始啊 师父好棒哦 大善知识 起烦恼的时候 我要跟你们保持一个距离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叫我发心 为什么 你自己有修的怎么样 哦 那个话难听到不行哦 是不是 但是 好像佛法对他来讲可有可无 不可以耶 佛法对我们来讲可不可以可有可无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以 你不要开师父玩笑 是不是 要来修行 就是大家都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所有的事情以弘法为前 所有的事情清心念念都是佛法 你不要把自己放在最前面 你就不会起烦恼 你凡是把自己放在最前面你就完蛋了 你就开始 就离佛法越来越远 就是这样而已啊 因为 佛法放在前面你就可以解决 所有你遇到的恩怨情仇 你佛法就是要解决这个方法 解决的 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谈 什么叫做死 什么叫做死 死就是死啊 好对不对 请问死是什么 叫做受量急故便死 时间到了啦 受 大家知道你这一辈子会活多久吗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是离死期很近 你不知道你下一刻是不是你的死期耶 知道吗 谁会先死 我们这一群里面谁会先死 不知道对不对 不一定是老的先死哦 你不知道 不要心情是不要笑那么开心 嘿嘿不会是我 哈哈哈 如果是你是才是 才是正正确的顺序 因为你最接近 可是偏偏呢 偏偏不一定啊 了解吗 正常来讲哦 你看以前有一个人去人家那边做客 写对脸就被人家打有没有 因为他写什么 父死 子死 孙死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你给人家写对脸 人家刚刚出生你就给人家写父死 子死孙死 讲的是真话但是很难听 这个才是顺序嘛 你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好吗 有没有 那个曾 曾景祠啊 他说 他他自己 他说他的弟弟 白发人送黑发人 让他的 他提早往生骂 自杀 让他的妈妈在那个地方哦 他觉得很惭愧 他让他妈妈伤心不笑 你为什么知道却又要去做 你了解吗 那个教授不知道 学佛学很多诶 读了很多的佛书诶 读了两万本诶 好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其实人是不知道 尤其是聪明的人 读了很多书的人 常常都自以为是 你都不知道最基本的就是 孝顺 百善 百善效为贤 什么叫做孝顺 我们现在出家的我们要孝顺谁 你要孝顺佛陀 我们是佛的弟子 你要爱佛陀 爱护佛陀 不是爱佛陀 不是黏住佛陀 不是 你要爱他留下来的这些佛法 你要爱护佛陀 在护持佛法的所有的修行人 你要爱护你发心的那个菩提心 你要爱护他 这才叫做孝 你说 那我那个穆健脸的妈妈呢 她就是很坏 她就要阻碍人家修行 所以你要爱护他你要怎么爱 你要劝他不要这样 要劝他不要这样啊 你说啊那个 那个 那个居士说家人不喜欢他学佛 这个居士傻的啊 他要去告诉他 学佛对我来讲 是一个解脱 是一个快乐 是一个幸福 你如果爱我 你要让我学佛 是不是这样 那家庭那个小朋友很坏的时候 他就想要送来给师傅 是不是 就是嘴巴讲一讲 可是真的要送来呢 他又舍不得 是吗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 要怎么样 就是受量级什么时候会结束 你随缘你不用提早结束他 你也不用哦 要延长他 你该是多久就是多久 老实讲是真的 但是我们修行啊 希望自己可以活得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用啊 我们要把活着的生命啊 要修行啊 所以这时候要不要 多一点时间修行 你不要说我已经不贪了 我这个我剃肚了之后 没关系我已经疗了 我心愿已疗可以死了 剃肚才开始啊 剃肚才刚开始哦 不可以疗哦 剃完了 哎我我现在一定要认真修 活得越久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了解吗 我今天出家 多一个生团 的力量耶 献出家像耶 我们这个团是这样子来的 从一个 到十个 到百个 这个世界上如果大家都献出家像 好 大家都献出家像哦 家庭你观想一下你献出家像的样子 那有多庄严 好 是不是 是真的啊 你光是这样子 你看你的小朋友 刚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我的 因为他光头 那个小小小的啊 弟弟啊 是不是 每天都很像我 是不是 哎现在有头发了 变得 啊 没那么可爱的 是 啊 所以最庄严的就是这个 啊 星灿法师没有赢过任何人什么事 他什么都不太会 读书也不太行 但是他赢在哪里 赢在他 八岁开始 就是这个样子 他也不是八岁六岁 就一个小光头到现在 这光头是他最大的优势 你看他那个头 是不是 如果你知道你这一辈子来就是为了这个发型 你一定会 一定就是你就不会烦恼说哎都长不出头发 因为有的小朋友不是小时候 怎么办他都长不出头发 有吗 这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 好 受量级什么叫做受量级就是时间到了嘛 好 在时间到之前呢 我们要求什么 我们希望让他 平安 健康 身体健康 时间都拿来修行 你才会把这一生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这是我们现在 要身安则到容 要照顾自己的身 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心 了解吗 好 受量疾固而变致死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讲 往生了 往生时间到了 有三种往生方法 一种叫做受中正起 好有没有 有有意随感 有有依随感受量 满静故死 这是第一种 受静 就是时间到了 聚受嘛 有时候我们会 听到佛陀讲聚受虚菩提 聚受 摄利佛有没有 这聚受就是 这个时间呢 圆满 他就会往生就会走 要不然呢 就是第二种 这在 经典里面都有 福尽 这福报啊 有没有人先提早先 那个 未老先衰 有没有 有没有 未老先衰 就福报不够 明明他就可以 活得很久 正常来讲 平均余命是 80 88 90 可是 我们看看 有多少人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福报被损掉了 缺德 所以呢 什么样叫缺德 就是 知据缺故死 衣服 饮食 握具 汤药 有时候生病啊 没找到医生 或者是找到医生 开错药 没有正确的药 没解好 有没有 找不到病因 致错 或者是 你刚好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帮你 过这一关 有的 被车子撞到啊 你如果及时止血 他就好 结果偏偏 撞到不知道他 被撞到 有吗 四下无人 好 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好 有的独居老人 会不会这样 会啊 他突然 喘不过气 如果有人帮他顺一顺 他就好了 偏偏呢 没发现 就往生了 有没有 去年有几个艺人 是不是这样 好像突然 他在那个时间没有得到 刚刚好的抢救 哇 就没有了 一下子就走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做太多坏事 福报用光了 这个就是福静 他也不一定是时间到 寿命静